新闻出生 要帶大家來關心有關市長的宣傳的消息 各位市長好選人 鄧敏輝 今天在市民路 以及火車站前站立大型的砍棒 這期對手投身體對南潭是不是加起太陽聯辦的台度不定 經表態自己建國官隊的立場應看投身體定義的部門 通過鄧敏輝的砍棒是自由負責 要求總砍棒落價就欠 鄧敏輝適合標態沒有要提到砍棒 投身體今天照規記者會 永遠將要在24點前來 正式對昂敏輝提出割手 一年兩天兩天照規記者會 正立平臨的嘉義市長投身體北河實際度 來到站在這期自己要讓市民喝毒水的公格砍棒的腳 照規記者會 通過對手昂敏輝持續透過砍棒來作藥 說自己要讓南潭加上太陽聯辦 基本就是在散步記者會 我已經給黃敏輝24小時的時間 讓他撤銷造謠的廣告 公開向市民道歉 但他不願意承認錯誤 還佔本加厲 危言喬辦 堅不下架造謠廣告 已經錯失我給他的機會 也讓嘉義市民徹底失望 我在這裡鄭重的聲明 我將立即聯繫律師在24小時之內 對黃敏輝提出告示 面對黃敏輝一再內造假新聞 造謠厚重 製造社會恐慌 堅不認錯 也不願意道歉反省 悔改 推行者絕對不會放縱 絕不狂視 絕不撤告 絕不和解 警察黃敏輝不愛將 工廠換掉 自己要在24小時以來 連下律師來提供 頭身體大黨 做教育記者會標台 竟在此黃敏輝騎工廠的作法 是選去後方 但是黃敏輝透過 警察中部 發佈新聞更強調 騎工廠是來表達自己的立場 竟是要拿齊民眾共同來感動 反覆頭身體 新衛民主信 在剛議期的市長 卻不願意接受感動 不承認這人說 也不承認這人 真正是翁翁起座 自己要請求民眾 全民支持來選擇工廠 讓所有市民 可以了解和看團 細心新聞 中町村王相選 剛議期 蔡宏波多